十三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芙蓉 韩岳的小师姐 她是武蒙年轻一代的舞蹈高手 此次前去谈判 就由她负责我们的安全 芙蓉 这位是十三先生 她是一名医生 而且对玄学也有很深的噪音 韩老你没开玩笑吧 她这么年轻能会什么医术 你不要小看十三先生 她的医术是你无法想象的 就算她是神医今晚也没什么作用 我看还是让她走吧 免得真出事了 她在拖累我们 好了芙蓉 你不要再说了 多个医生在身边已被不是秩序 哼 小子这件事情由我们负责就行 等一下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只要韩老跟韩岳平平安 其他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插手 你一个小医生 也敢说插手解决江湖恩怨 真是不知死活 韩老 晚上好啊 嗯 我说谁这么大胆扣我的货物 并且还敢来中海给我谈判 竟然是你黑蛇 你压原石的船确实是我结了 为了表示我对韩老的敬意 我不仅会把货物双手奉还 运费我也给你减少一半 这天底下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相信我可以给千宝集团 带来更多的好处 帝王绿 唐金佛 千年人参 法王枪 看来你们真是下血本啊 只要韩老喜欢 再大的血本也无所谓 别废话了 说出你们的来意吧 江先生说了他的家在中海 现在年纪大了 总是想念老家门口的槐树 希望韩老能够高抬贵手 江化龙什么德性我还不清楚呢 不给他机会 他还会老老实实加着尾巴 他只要得失就会出来咬人 再说了 就算我高抬贵手 他也回不了中海 杜天虎和老钱 他们是绝不允许江化龙的出现 你还是劝告他死心 好好在境外安详晚年吧 韩老 别再说了 我态度明确 你有三天时间离开中海 如果余气不走 我就剿灭你们 哼 一定按照韩老说的去做 虽然今晚谈判不成 但这四件礼物还请你收下 江先生叮嘱过我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没意义 但放在韩老手里就是无价之宝 嗯 好 这东西就当你们结我货物的赔偿吧 韩月把这些东西收下 明白爷爷 这礼物不能收 小兄弟 这么好的东西 韩老又喜欢 为什么不能收 别捣乱 你一个医生懂什么样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只要韩老收下 一定会分我们一件 这个帝王律植入了192的玉石 具有强烈的核辐性 韩老放在身边 会对身体造成强烈伤害 轻则节肢 重则白血病 这是窃听器 它可以渐轻方圆50米的动静 韩老把金佛摆在书房 所有秘密都会被对方掌握 到时不管是打击千宝集团 还是袭击韩老或韩月 黑蛇都能从容固执 这个千年人参没有剧毒 但渗透了鲤鲁 古灵芝 造假等药芝 私药相克 会严重伤害五脏六佛 以韩老这样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住 而这个霸王枪 确实是古物 但也是一件凶器 韩老如果把霸王枪请进韩家 只怕自己和家人 都会受到怨气冲击 这四件礼物 全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只要收回去 最多半个月 韩老就会暴毙 韩南华你果然厉害 没想到你身边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了 杀了他们 他们这样是顶不住的 我去帮忙 滚回去 一个医生能帮什么忙啊 在那别乱动 放心 有诗解赞 我们有九成的胜利把握 奉劝你们一句 熊枝和黑蛇不简单 你们小心点 说的我们好像就很简单一样 我们杀过的敌人 比你吃的饭还多 我不是担心 韩老和韩月安全 我早上去一人一巴掌 打趴他们了 韩老 你们快走 不用走 他们打完了 该我上场表演了 你找死啊 连我们都不是对手 他一根手指头 就能戳死你 小兄弟 你很有意思 目光也敏锐 可惜太不自量力了 黑蛇别跟他废话了 这小子 我看着很不顺眼 让我一刀劈了他 你究竟是什么人 让你死个明白 白蛇也是我杀的 韩老 这里的事情解决完了 此事还请保密 好的 十三先生 爷爷 那个混蛋 怎么这样厉害啊 我还以为他只会医术呢 我也没想到啊 此人很强大 和你比起来如何 他的杀人技术很生疏 缺乏锻炼和实战 这点不如我 但是他的速度和意识特别高 能够让你这样欣赏 看来我结交的没错 好 感谢观看